基本上为数不多的 最终能够进入中国市场的表款 应该都是至少一千万人民币以上 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万表流行力 康康也给力 就不用介绍了 上次我们请康老师来 八卦里面讲了一个很重点的问题 百杂斐力PPT 也就是迪弗尼兰 拍卖的天价也好 两个集团的策略也好 后来我们私下沟通了一下 就这个PPT 百杂斐力鹦鹉罗提夫妮男 他创造了如此的拍卖天价 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来了 国内的玩家 如果他们想获得这款表 第一块估计是没什么希望了 那么另外那169块 他们想拿到这其中的一块 难度有多大 或者说要给通过多少关 因为这只表 就是流通的版本一共是169个 然后据我从马路边的小道消息得知 全北美有资格购买这只表的 提夫妮的大客人可能有接近700人 所以就是700人 我相信没有人愿意放弃 就是初始售价 所有人看到鹦鹉罗 现在在二级市场流通的行情 都觉得这个价格非常非常的低 但是呢 一号表又拍了4000多万人民币 如此之高 所以在二级市场上怎么给这个169只流通版本的定价 是一个学问 我也每天关注市场上的各种报价 刘老师也看了 大家对于第一只拍外成交 还没有一个很好的预料的时候 某库就发出了这个 还号称是这个二手的这个版本的 当然那个价格也很惊人 接近1000万人民币了 这里面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就是进入中国完税市场 因为毕竟是有海关 就是要入境 那么你入境这块 最后是怎么弄 你是完税 你是不完税 不完税又相当于是总私 所以呢 就是真正能够进入到中国市场流通的表款 会少之又少 我估计基本上为数不多的 最终能够进入中国市场的表款 应该都是至少1000万人民币以上 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康老师 你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我们借鉴一下这个LVMH也好 或者是Diffney的这个路径也好 就是说有没有一个国内的实力 很雄厚的一个品牌 然后他找到百达菲利 说你给我做一个限量系列的鹦鹉螺 理论上是有可能的 但是呢就这次这个鹦鹉螺 它强调的是百达菲利 与Diffney长达170年的这个合作 的关系 才出的这个限量170枚的这个表 那么比如说国内 大家也知道国内百达菲利 两座原地 实际上它的这个持有者是美醉石洋行 那么美醉石洋行与百达菲利 在这个中国市场的合作呢 到今年是16年的时间 16年是出一个限量16块的表 当然实际上当时10周年的时候 就有推出限量表 我印象中15周年的时候 好像也有限量表 所以到2025年的时候 百达菲利应该会为中国市场 推出新的限量表 但是不是鹦鹉螺 这个都很难去预测的 所以你看啊 获得百达菲利鹦鹉螺 不管你这个钱包有多么苦 但是你要通关大怪 这个呢难度是相当大的 所以呢 祝大家这个顺利啊 康老师咱们说点这个 轻松一点的话题啊 这个粉丝群里听说康老师要来了 他们有一些问题 让我转问一下康老师 其中一个问题就是 百达菲利的6102最近很火 当然是在二级市场上火啊 他的问题是正装表会不会又到了抬头的时候 正装表就是引领市场好多好多年 实际上是从17年开始才变成休闲运动表引领市场 到现在就是将近五年的这个时间 所以呢就是我觉得正装表总有回归主流的那一天 6102目前在市场上的糖情以及成交逐节攀升 我觉得是挺好的一个事情 好的 说了太多的百达菲利了啊 咱们说一个别的品牌 也有一个粉丝问 到底哪个牌子是德国高端的万表 他问到了一个牌子叫Grossman 说实话我不太了解这个牌子 这个牌子暂时还不在我为这个广大表友推荐的这个表款清单里面 OK不要紧啊 这个我们会在以后的节目里来弥补这个问题 因为时间的缘故啊 我们只能是选一部分的问题 请靠老师来回答了 欢迎大家一键三连留言关注 非常感谢康老师到来啊 谢谢 对今后我们还会请康老师继续为我们大家点评 我们节目里提到的部分表款 谢谢再见